10月21日上午普拉伯总统在雅加达总统府主持了红白内阁部长就职仪式 副总统吉布兰也出席了该仪式 当天上午普拉伯总统主持了48位内阁部长的就职仪式 副部长就职仪式于今天中午举行 部长们宣誓 我将效忠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 并且尽可能的严格的执行所有法律的法规 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在履行职责时 我将恪守职业道德尽我所能 以充分的责任感工作 在任命的48名部长当中 25名部长来自政党 除了部长级的职务之外 普拉伯总统还任命了部长级的官员 他们分别是总检察长 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副主任 国家情报局局长 总统通讯办公室主任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前任海市投资协会主任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